美国跟台湾双方进行讨论 在台湾设置所谓的军备库 那这个议题双方讨论了相当的时间 至于什么时候才会确认 我想等两国有了共识之后就会揭露 那至于美国在台湾的军备库 台湾设置军备库如果成真的话 它最起码有三个非常重要的意义 我们从美国目前是在日本、韩国、以色列、欧洲等等 重要的盟友设置军备库的案例来看 它设置军备库第一个就是把这个国家 视为亲密重要的盟友 所以在台湾设置军备库的第一个意义 就是将台湾设为重要亲密的盟友 第二个设置军备库呢 它代表的意义是提高台湾的安全 增加台湾在战备的存量 以及面对冲突、防卫的韧性的提高 第三个潜藏的意义是 美军极有可能 当台湾面对军事威胁的时候 会快速地支援台湾 这两天美国太平洋空军司令 维巴赫 他公开地表示 中共如果武力犯态 美国空军的主要目标 是集成所有渡海来台的中共船舰 那他也表示 这是所有会介入 保护台湾安全的国际盟友的主要目标 所以他这个不是用如果假设研究 而是直接宣誓美军的指令 就是中共武力犯台 美国空军在太平洋的主要任务 就是集成所有来犯的船舰 蔡英文总统4月份是否出访 我觉得等两国 不管是美国或台湾的政府来公布 但是因为美国国会议长 已经证实会在蔡英文访美的时候 在美国接待这个蔡英文总统 那我想这个事情的确定性大概是相当的高 那我们国家的元首 过境美国其实不算突破 都有 那上一次蔡英文总统在丹佛 已经是实质入境 入境美国 那一个就是历史性的突破 对我们国家来讲 像其他国家一样 被公平的对待 竟然不可得 我们这40多年来是过得非常委屈 那蔡英文总统的任内外交不断的突破 其实就是求取台湾被国际社会正常 合理而且公平的对待 而正常合理公平的对待 不是对总统 对一个执政党 而是对2300万人 一个自由民主国家最起码的尊重 本节目由486团购提供 最新最棒的家电 现在就上486团购